饶舌歌手 Kanye West 上了各大媒体版面 在 Tucker Carlson 上面说出了 最真实的生活模式 这是所有保守派基督徒 都应该要学习的 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美国各大公司 在这个市场经济萎缩的情况下 开始各出其招 就连全世界最大的地产企业 最大的快餐企业 麦当劳 都推出了史上最奇葩的行销模式 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是一样可悲 我们的社会到底衰败成什么样子 可以从这个快乐成人餐里面看出来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个星期有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就是 Kanye West 去巴黎的时装周 Paris Fashion Week 穿着White Lives Matter的衣服 然后所有的左派全都疯了 因为对他们来说 白人的命不能算是命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重点 我想讨论的是 Kanye West 上Tucker Carlson的节目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Kanye West这个人怪怪的 什么选总统啊 之类的 他爆红的专辑是 Jesus Walk 中途他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什么取Kim Kardashian啊 各方面的绯闻啊之类的 但是他现在好像是个 非常好的保守派基督徒 他上个星期上的Tucker Carlson的节目 讲了一串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听的一段话 每一个保守派都应该要知道的事实 那段很长 是个非常好的访问 我只剪出来其中一段 是关于支持生命的pro-life那一段 但是这一段的精华 不只是关于反堕胎而已 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应该要的政治观点 我只剪出来的反应 我认为人们的反应 我只剪出来的反应 有更多黄的孩子 比起来生在纽约市场 在这一段时间 50%的黄的死亡 在美国上是病毒 所以我真的不在意 人们的反应 我只剪出来的反应 我只剪出来的反应 是奖励的明星之一 很多明星只出了一张专辑 就吃一辈子 但是他是不断的在创造 不断的做音乐 而且不断的在修正自己 那当然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不是一个在追流行的人 说真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听音乐的人 但是 Kanye West 就是一个 连我这个样子的人都知道的 而且都听过他的音乐的人 他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或许我已经不算是年轻了 但是他在流行文化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有点类似像周杰伦吧 然后我也不听周杰伦的歌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说的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真的是在告诉你 现在 Kanye West的政治观点 人生观 还有他心灵层面的价值观 他说我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 我只为了一位演出 那位就是神 在这边所有的基督徒 写下来这句诗词啊 随时提醒自己 这样子你这一辈子做决定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容易 不管是在政治方面 财务方面 人生规划 你任何事情有这句话的话 你都会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人会给一个 很类似的答案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答案 现在的人会说 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只为了一个人演出 那个就是我 我就是为了我而活 我就是为了我的事实而活 我就是我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蠢的想法 很无知 因为所有的普通人的想法都一样 但是这边 Kanye West说的是 我不是要为了人而活 为了人的掌声而活 这样子活得很蠢 而且你也不是为了你而活 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演出 你是为了神演出 你是为了神活的 神才是最重要的 神才是所有美好良善爱的源头 你要为了这个创造你的 塑造你的宇宙万物之王而活 你可以为了这位万王之王而生存 为了万王之王而努力 你怎么会去在乎其他的事情呢 你可以就是有 买十万台法拉利 住亿万豪宅 你可以当州长 当总统 但这些都不重要 你要在乎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是不是分别为圣 你是不是在得胜的道路上 你是不是在准备领受 在天堂前面那个well done 因为不管你今天有多成功 你有一天 你会变成蚯蚓的饲料 你有一天你会腐烂 长得再帅 再正 再有钱 再有权利 你最后都会回归尘土 最后都会被世界遗忘 所以你唯一要在乎的观众 就是神 就是耶稣 我不知道各位 我刚听到那段话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感动的 但是又非常懊悔的 因为我有时候 也会被我们的点阅率 而影响心情 有的时候来一个 骂我们的留言 我的心情也会被影响 但是为神而活 那个才是目标才对 康年威斯在做的事情 在说的话 比绝大多数的共和党政治人物 说的都还重要 比绝大多数的保守派的人 说的都还要真实 比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牧师传道人都还有影响力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 当康年威斯 开始在透露一些 保守派的思想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想太多 因为当时我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 他们会说 康年威斯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豪兰 他只是要有名而已 他老婆都说他是神经病了 然后那种传统的保守派 建制派会说 康年威斯 绝对不是真的 他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在我变成基督徒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改变 他写的歌 从原本全部都是脏话 然后慢慢变成好像是在敬拜神 他的歌词好像不是这么受害者心态 跟他的前妻说 当时是他妻子 我想要尊荣你 I want to honor you 但是你也要尊荣你的丈夫 以后不可以再穿成这个样子了 他改变的过程 绝对是比我还要痛苦 他的名气这么大 压力这么多 他的财富 他的粉丝 他说这些东西 很可能会让他失去所有 但是 他的心态是正确的 他的目标是明确的 只是他想办法 如何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让自己分别为胜而已 他要思考 他要牺牲的东西 比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基督徒多多了 但是他今天说出来的东西是 如此的无谓 他没有惧怕 他不怕牺牲掉那些 每个人都抢着要的权利跟金钱 这个样子的人 才不会为了达成什么东西来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荷包而妥协 康年威斯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在把这些左派的年轻人 他这些左派的粉丝 拉到保守派而已 他那句话是在告诉我们 这些保守派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要怎么去想 我们要怎么去看 我们要如何面对 我们人生当中的挑战 因为很多保守派的人 甚至教会会说 不要在那边提什么神不神 基督不基督 不要再讨论什么文化了 不要再讨论什么价值观了 那些东西赢不了选票 钱捐款也不会变更多 我们就来讨论就是 怎么减税啊 你一年可以省多少钱啊 退税了之后有多好啊 然后呢 然后共和党就一直堕落 保守派就一直输 共和党输掉整个美国 欧巴马当选 Joe Biden当选 保守派在老布希跟小布希的执政之后 对共和党失去了信心 然后在这边 Kanye West在说的就是 No 啊啊 我们要为生命奋斗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文化战斗 我们要说白人的命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命都是神的形象 BOM是个诈骗集团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敢怒不敢言 然后他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重心 重新放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国家要爱神 我们要告诉每个人 他们是神圣的 他们不需要为了自己的成功 而失去他们自己的神圣性 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 每个人要把我们的目光 放在神的身上 这是为什么这个国家 一开始会变这么伟大 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回归的方向 我们的国家现在烂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 如果我们要回复 美国曾经的伟大的话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太棒了 Amen and Amen 刚刚听完 Kanye West 这么振奋人心的一个新闻 就来一个 我不知道 史上最可悲的新闻吧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最近有很多很糟糕的新闻 那这个是最糟糕的其中之一 我们这一代的人 Millennial 千禧年一代的人 现在大概23到40岁吧 成年人壮年人了吧 常常被指控说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一代人 我们是巨婴 我们这一代的男人很没有用 妈宝 那我就很不爽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从18岁开始 我就很有骨气啊 我在穷我也不跟我妈要钱 我也有做过很蠢的事情 小时候我玩那个抱走兄弟的轨道车 我为了弥附我那小时候 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的梦想 我就一次砸了5000块台币 组装了一台 但是到了那个 模型玩具的那个 模型店那个地方 真的太丢脸了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小学三年级 到最高大概到国中生的 小孩在那边玩吧 Well Anyway 这个新闻是来自于麦当劳 麦当劳最新的产品 就是要开始贩售 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快乐成人餐吧 麦当劳官方是说 我们在把麦当劳最原始的感受 彻底的重新包装 让我们的成人粉丝 来好好的怀旧一下 说这个话的人叫做 Turkey Hassan 是麦当劳行销部的总监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他说每个人都可以记得 他们小时候第一次打开快乐儿童餐的 快乐的感受 做都做不住 做力难安 恨不得马上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小小的盒子 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变成一个最美好的一天 我们现在正在重新构想这个经验 这一次我们的客户是成人 之前不是有报道过什么 那个青春旗制止记吗 我看根本不需要打针了吧 对不对 麦当劳的快乐成人餐就够了吧 那这个快乐成人餐的盒子里面有什么呢 OK 它是一个盒子 很类似快乐儿童餐的一个盒子 里面不是一个小汉堡 而是一个普通的大汉堡 Big Mac OK 不是一个小小的薯条 或是一个中薯或大薯 不是一杯小小的饮料 是一杯正常大小的饮料 然后里面还包括了一个玩具 你是大人了 但是玩具还是可以让你感到无法自拔 你受不了玩具 你的跟公仔的诱惑 你会为了它坐立难安 Oh my god I got a habit 这真是令人难过啊 好可悲啊 我们这一代的人真的是 真的是 太可悲了 我遇过很多人说什么 baby boomer那一代的人怎样啊 但人家至少创造经济奇迹 人家至少创造了iPhone iPad 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模式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的巨婴 我们长不大 我们就算身体长大了 但是还是以为自己是小时候 还是想要回到那个小时候 我也喜欢怀旧的东西 我现在在车上的时候 我还是听Bon Jovi 我去KTV的时候 还是会唱什么 I want it that way 之类的 怀旧是一个很好玩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 为什么 我还要假装我还是个小孩 为什么千几年 这一代的人 millennial的人 永远长不大 太多人长不大了 长大了 你就应该要结婚 生小孩 去上班 创业 有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些东西在亚洲更严重 你现在看那些亚洲那些人 那些明星 网红 每一个在那边收集什么公仔 活影人者的模型 放一整个柜子 然后放在那个展示 我还看过那个什么 什么亡谷男孩吧 还是什么 谁谁谁 假装把那个人的钢铁人砸坏 然后那个人就很生气 然后在那边暴走 发飙 Dude 听到这里很多人会说 Ethan你干嘛 干嘛这么扫兴 对不对 回味童年多开心啊 耶稣也说我们要像小孩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要像小孩才可以进天堂啊 对 基本上我完全同意 我非常同意 回味童年是非常好玩的 那你知道正常的人是怎么回味童年的吗 就结婚 生小孩 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玩乐 当个好爸爸教导他们 我这个年纪都快40了吧 我还会看到我的一些朋友 一个人去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乐园 不是跟着他们小孩去或是 甚至跟他们指指 OK之类的 他们就是去那个地方 怀旧 回味童年 就是那个样子的人 会去买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拿里面的玩具 然后跟他一起放在那个玻璃柜子里面 跟他很多 众多的玩具一起放在一起 很多人说什么 Michael Jackson长不大 所以他自己盖了一个游乐园 那些宅男 每一个都是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空间 然后长不大的空间 所以拜托各位 耶稣说 你们若不回转成 我们变成小孩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不是这个意思 长大非常好 长大很重要 每个人都会回味童年 每个人都会怀旧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 都有苦楚 都有压力 但是说真的 一年一年的过 特别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觉得我每一年都过得更好 每一年都变得更有目标 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丰盛 我对未来更有盼望 我不怕变老 我想要看我小孩长大的样子 我想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目标有意义 我想要跟我的家庭一起创造 属于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要回去什么 拼钢弹 收集玩具 公仔 贴纸 然后吃快乐儿童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看过一个 以前很旧的电影 就是虎客船长 Hook Robin Williams演的电影 他最后打败虎客船长之后 所有的小孩都很开心 说要叫他留下来 永远当一个小孩好不好 然后Robin Williams就说 彼得潘就说 我要回去了 跟我的小孩一起成长 他说我在这边该做的事情 我做完了 然后我就要回去了 然后他把彼得潘的短刀 给了其中一个小孩 叫那个小孩以后有责任感 要保护其他的小孩 然后当他回到他家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他真的回到了他的童年 方法就是带着他的孩子 跟他的孩子一起长大 看着他的孩子玩他小时候的玩具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好多的人拒绝长大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父母没交好吗 可能 是经济衰退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 是最会怪罪别人的 我们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因为别人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我才会长不大 所以才会不成功 我只想说 长大很好 成长很好 结婚很好 如果有小孩的话 我生活就必须有压力了 我就必须要负责了 是的 你必须要变得有责任感 对 可能很可怕 但是是值得的 长大是值得的 当一个成人 有责任的人是值得的 是快乐的 我小时候吃快乐儿童餐 我长大之后 我买快乐儿童餐给我的小孩 这是一个circle of life 是一个社会成长以及运作的模式 我们要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我们要永远对于神给我们的世界 充满着渴望好奇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是足够的 我们才可以继续的进步 回到孩子的这个心态的目的是要去进步 我记得Steve Jobs在 忘了几年了 几年的时候 他在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给所有毕业生的目标是 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 他不是叫你一直在那边饿着 或者是必须当一个蠢人之类的 而是我们必须要 永远都要想着这个样成长 我们永远都要想着要变得更好 我们永远都想要学更多 更多的成长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耶稣说 我们要回到像小孩那样子 是叫我们永远都要对神 跟知识充满渴望 永远都不要自满 才可以进入天堂 绝对不是叫我们永远当一个幼稚鬼 然后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还吃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而且 我们永远要知道 we only perform for a group of one and that's God 我们这一生只为了神而活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丰收圣经大学2022年第四季课程 开课了 由讲师张成牧师为大家带来小先知书 上部分的讲解 还有由郭立香牧师带来的敬拜的新视野 以及周一芳博士带来的原宇宙及虚拟网络事工入门等课程 欢迎扫描二维码报名 各位主内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周一芳牧师 很高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可以一同走入虚拟世界进行冒险 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既会适合入门者 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 既将探究相关神学 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 既要一窥元宇宙轮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 我们在此诚恳地邀请您的参与 到时候见了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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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